大家好 由於 上一片 我的油蒸 剩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的油蒸 去向真的很困擾我 因為我目前只剩 這台勞進站可以起而已 所以變成說 我一直在想說它到底跑哪去 然後會不會 造成什麼不好的影響 我把 化油器拿出來 找一遍 突然我發現 我的化油器 基本上 種類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 藉這個機會拍一下好了 嗯 我把化油器都拿出來 可能會有人說 現在還在講化油器 都噴射時代 還在化油器 但是 我覺得啦 玩老車的人 不管是汽車還是機車 玩老車的人 都是比較喜歡那種 純機械感 所以 應該還是有很多人 會想要知道一些 畫油器的 東西 我不敢說知識啦 因為我也是在學習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一直在學習 還剩那句話 活到老學到老 尤其做人這種東西 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像我剛剛 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都喜歡放YouTube 跑新聞啊 跑一些比較 我想知道的頻道 我就看到一個 標題是說 那是大陸的節目 就是都比較講一些流浪動物 或棄養動物的 它的標題是 大爺大爺不要再丟了 那也是一條生命啊 它裡面的大概的內容 就是說 有長輩 然後可能就是家裡的狗 生小狗了 牠們不想養了 然後就直接把小狗往河裡丟 那看到人就很心疼 就趕快跳下去接 跳下去救那些狗 大致就是這樣子 好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剛剛會講的就是因為說 我是覺得說 尊重生命這種東西 尊重他人 這種東西 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就大概這樣子啦 好 大概 我現在手邊有的畫油器 就這麼幾顆 嗯? 沒拍到 好 我換一個角度 這樣子 這樣子 這一顆就是 CVK 基本上 CVK跟CV 這顆是CV CVK跟CV CVK 基本上它們是說差別就是差在於說有沒有加速縫 這一個就是加速縫 就變成說 就變成說 我們在加油門的時候 油線 這樣子拉 它是淺拉式的 基本上 基本上油線 車頭如果是在這邊 這個是進氣孔 空氣從這邊進去 衝出來 這個一定是對車頭 如果你的油線 如果你的油線是從車頭這邊進去 一般都統稱這個叫淺拉式 那 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後拉式 它從後面 從大孔這邊 油線從這邊進來 然後繞成這樣子往後拉 它這就叫後拉式 然後 化油器基本上 在測量 就是測 所謂的什麼26啊 24啊 多半都是測進口 然後 在改裝的話 膜都是膜這一塊 像這一顆是 3 3 9 應該算39 應該可以算是39 這邊 它的進是39 然後它的出區是 24 應該是進占的尺寸 3924 基本上 化油器的測量 都是測量 這兩個 然後 改裝上的話 可能就涉及油針 油針 但是那個真的是 你經驗要很大 你才有辦法去測量說 你要多 在油門開啟多少的時候 其實CP的化油器在玩很難玩啊 基本上 沒有人在玩CP 因為它牽扯到 它的負壓 負壓膜 你進多少空氣 然後 進氣從這邊進去嘛 然後 在氣流會把 這個 負壓室裡面的空氣 抽出來 然後 上面的負壓膜 產生負壓 就把油針往上提 所以說 基本上在玩 應該是沒有人在 真的在改裝 玩還是可以玩 因為你可以換油嘴 換油針 諸如此類 但是基本上 它的變數太大 那 一般會玩的話 這個就是CVK 我剛剛就講了一下 這邊就有標 CVK 然後 這一顆 這一顆一般就是統稱的CV CV是化油器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CV換油器 其實 CV跟CVK 兩個差別 我是覺得 差別在於 中間這邊 中間再看 也可以知道 看得出來 因為 等一下 這一個是 CVK的 那個 油針座 看得出來嗎 然後 我拆一下 這一顆 這個就是CV的 油針座 這是CVK 可以看到 它的體積差很多 基本上 CVK就是 比較標榜於 它的 體積小 它 它把體積做到 比較小 因為 它就不用去 因為 它這個 油針座的大小 去浪費 引擎室的空間 然後 剛剛這個 是 39 3924 那 我們來看看 這一顆 這一顆 也是一樣 24 然後 進口的話 也是39 哎呦好 還比較小 37喔 大概差不多 其實這兩顆 應該可以算是 同等級的 化油器 但是你仔細看喔 一樣都是同樣的 規格的 化油器 但是 以CV跟CVK來算 它的長度就差了這麼多 我下面盡量放到一樣高 然後看上面 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樣 這邊 跟這邊 它長度又差這麼多 所以 其實 CV跟CVK 差別 不在 不只是 加速泵這個問題 這個就加速泵 你拉油門的時候 這一根 它這一根 會 因為這個 有個加速泵嘛 就會噴油 就你加速的瞬間 它會多噴一點油 讓你得到 比較多的燃料 比較好一點的動力 所以 然後CVK的好處 就是有加速泵 跟體積小 但是 它的問題點就是 在於說 可能 它也是多了這個加速泵 有時候可能 車 年紀大的話 有的人會把加速泵 碎掉 因為 有著磨損 或者說一些 額外的狀況 導致 它加油的瞬間 有時候很容易會鬧過 諸如此類的東西 每個人 肺加速泵的原因 不一樣 所以 這會不能去扯 去 呃 去講就對了 然後 這一顆 這個洞 這個洞 就是 自動煮鋒門的進口 蜂蟲這邊進去 然後 進入這邊 前幾篇有講到 自動煮鋒門的問題 就 它冷車的時候 它是鎖起來的 造成這邊的進氣道 開放 然後 空氣從這邊過去的話 它會多帶一點油 在 下面這邊 油室裡面 它會把一些油帶出來 帶出來以後 從這裡 這邊有個洞 這樣有沒有看到 從這裡 也是經由這個 也是經由這裡啦 就把它帶出來 呃 冷車就比較好發動 這個是大致上的 分辨 好 這個是CV跟CVK的差別 其實 大眾小異啊 像這邊 它的改 它的 為了縮減體積 它有些東西是改到比較小 好 高低有點差別 差一點點 好 這個是四行程 多半四行程 該弄的 嗯 這個就是二行程的化油器 這是王化 所謂的王牌化油器 這個就是手動QNIN 它的手動主封門 那 二行程的化油器 主要就是 它就是存機械 它沒有任何電線 你看 CV CV CVK它有 電子組封門 然後 有 這些什麼 TPS 什麼油門動態 偵測那一類的 嗯 那四行程的車 可不可以裝二行程 基本上是可以 有人這樣玩 那 這個 嗯 對了 像很多人說 以CV系列來 以CV系列來 負壓模式 CV系列來算的話 它的 嗯 混合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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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螺絲 這個就在這邊 嗯 嗯 做 然後 你仔細看喔 CV的混合筆 螺絲 它在比較靠前面這邊 車頭這邊 然後 它這邊調整的就是 出那個油量 你鎖的越進去 它出去的油 它能夠吸到的油 就越少 嗯 應該這樣講好了 如果混合筆螺絲 靠近車頭 那 控制的 它控制的是油 那像二行程的 它的混合筆螺絲 在後面這邊 所以它控制的是氣 它調整 你鎖到 你把它鎖死 它進去的空氣就變少 你把它放鬆 你把它放鬆 進去的空氣就變多 其實剛好就是相反 跟CVK就是相反 跟CVK就是相反 它這個就是網化 網盤化油器 一般CV的化油器 就是它的怠速 就是直接在這邊調整 因為車型不同 可能調整的位置不一樣 我們以這樣來算好了 但是基本上 它調整怠速的話 一定都是在 你坐在車上的右邊 這邊是進氣 這邊是出氣 這邊就是車頭 一定是在右邊這邊 這樣看得出來嗎 然後 回到這一坑 這也是二行程 它的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差別不大 主要是 其實 我看過啦 我看過以前重機的化油器 它最好的化油器 它連中間這根油針 中間的這根油針 也是空心的 它油針 我加比例好了 這根是油針 它的化油器 油針它是中空的 然後 旁邊有挖小洞 它的油針並不是越來越細 而是說 因為一般的化油器 它油針越來越細 出油孔就越來越開 那種化油器 它變成說上面的孔 出來的越多 它噴的油越大 它的好處就變成說 你油針拉起來的時候 它並不是像一般的化油器 從噴油嘴那邊 從油嘴那邊 這樣子流出來 而是它直接就 暴露在空氣中 直接產生物化 往那邊過去 然後 還有一種 它的解氣門 像CVK 它就是多了一個解氣門 它除了油針做以外 它還多了一個解氣門 就是那個蝴蝶閥 那 重機以前還有一種蝴蝶閥 是兩片式的 它也是圓形 但是它是做兩片 它會這樣子開 那都很久以前了 那現在都是電子式的 所以 只是大致聊一聊 然後像這一顆 它們的二星層 它的混合比 都是控制空氣的流量 然後四星層的 CVK CV 它都是調整 油的量 像 這一顆 它的那個代速螺絲掉了 它的代速螺絲就是像這樣子 直接去推這一個 仔細看喔 我把它代速調高 有沒有 它中間這個 座就越來越高 二星層在調代速 就是直接調這個 然後四星層調代速 就是調它的那個解氣門 那個銅片 它的開啟角度 然後這兩顆就是二星層的 這個如果你要的話 都便宜賣一賣 那這一顆就比較少 像 這個是威斯巴的 威斯牌 這顆幾兮兮的 我忘記了 好久 我那威斯巴有八個都跑哪去了 這就是以前的威斯牌的化油器 看出來嗎 連空氣濾性就這樣子 這個也是屬於二星層的化油器 然後 有沒有看到 它的這個 控制座 它就是沒有連油針 它油針是另外一個方式進去的 在後面那支銅片 它有沒有看到 它有沒有看到 它的油嘴的正中心 那些銅管正中心 剛好是在這個孔的正中心 所以就是它可以讓油在空氣中得到更好的物化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沒有看到 在那邊 嗯 化油器 其實化油器沒那麼難 像剛剛講的 我現在都噴射車了 都噴射系統的車了 還有人在講化油器 還是那個 還是那個道理啦 玩老車的人就是喜歡它單純的機械化 不會有太多的電子零件的困擾 所以趁今天這個機會聊一聊 然後 這個我是排多少會忘記了 它的型號是 IGM4305S 然後 其實化油器的牌子很多 國外的牌子也更多 嗯 我以前還有一顆什麼的 CV 多半都是金冰的嗎 還有一個 也是日本的 其他口啊 紅頭的 就注入此類 好了 嗯 這個就是騎管 近期騎管 嗯 YAMAHA 近戰的做的比較好 有些 如果你們 會覺得車子有時候怪怪的 帶速啊 或加速 或濃過濃過啊 或者說 嗯 化油器 反正車子有什麼問題的話 有時候真的不要忘記檢查這一塊 因為從這邊可以看到 它整隻 它整隻都是鋁的 只是外面包了一層橡膠 但是 有些像以前我那來的高手 它就是只有這個頭 是鋁的 然後中間這邊 欸 沒有 它的鋁到這邊 它的 高手的它的鋁是到這邊 有時候車在抖動的時候 這邊會晃動 因為化油器 其實化油器蠻重的 晃動 所以導致這邊就裂開 一般人講的斷脖子都是在講這裡 這邊就裂開 所以變成說 你 車發動以後 它有時候會偷吸氣 進氣會偷吸 所以有時候車難發啊 過的時候帶速不穩定 你要檢查 記得去檢查這下面 有時候就伸手下去摸 你去感覺就感覺得出來 它裝在車上嘛 你就手伸去那個馬桶 拆掉 伸手下去摸 或者輕輕的咬 去咬化油器 看會不會動 亞馬哈做得比較好 它的鋁幾乎本 是延伸到這邊 等於你化油器頭裝進去 就直接跟鋁靠在一起 然後 除非在這邊裂啦 有時候裂脖子 斷脖子啦 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長期載重 或者你的避震器 避震器觸底的狀況太嚴重 因為它裝這樣子嘛 你試想喔 它裝這樣子 馬桶可能就在這邊 仔細開馬桶都會做一個凹槽 就讓它有活動空間 但是如果 你的避震器狀況不是很好 或者常常在重的話 凳到很大的坑洞 瞬間下去的話 這邊是鎖在引擎上 然後變成說 如果真是馬桶往下壓 壓到化油器的話 它能夠作動的 就是直接去拉扯這邊 所以斷脖子 會斷脖子 最重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 撞擊啦 化油器長時間 外力的撞擊 導致斷脖子 這邊有時候 這邊會偷吸氣啊 它偷吸氣以後 你這邊 你化油器這邊 因為CV的化油器 都是靠進氣 產生負壓 去控制它的油量 偷吸氣 就吸不來燃燒啊 放泡啊 放泡是油多 所以有時候 怠速狀況 你化油器檢查完了 火星是要檢查完了 有時候脖子要記得檢查 然後斷脖子 最常發生的主因 就是我剛剛講的 萬一的狀起 好了 今天這個 其實最近事情真的很多 有時候 很想跟各位好好聊一聊 但是 沒辦法 為了我的頻道 片子還是要拍 可能品質沒有那麼好啦 當我事情都整個處理完 都 比較輕鬆以後 再好好拍片 跟各位聊 所以 OK 今天這個片子 就到這邊 所以 所有的化油器 大概的種類就這樣子 除了一些特殊的啦 譬如說 把電機 割草機 但是 原理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要嘛就是敷牙式的 要嘛就是紫拉式 那今天的化油器的種類 一些很基本的講解 就這樣子啦 OK 謝謝 拜拜